朋友们大家好,说到农村野生的鼻童草,相信很多农村的朋友们都曾经见过它的模样。 因其酷似圆珠鼻青,因此有些地区也把它称为鼻杆草,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 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点赞转发,收藏和关注,谢谢支持,鼻童草别名木贼草,错草,鼻头草,无心草,结结草等。 是绝类植物门,木贼科木贼鼠,多年生长绿草本植物,形态特征,鼻童草根筋,横走或直立,黑棕色,地上之有结,单一或肌不分支,金条圆柱状,中空,粗糙有纵沟,表面灰绿色或黄绿色,有纵轮沟壑,棱上具油状凸起,也退化成翘状,紧包结上,生长习性,鼻童草洗淫湿的环境,长生于山坡,河岸,西边,湿地,及杂草中, 主要价值,鼻童草筑型特别,精致绿色,四季长青,可栽培公园林观赏,用作地被货沽沙植物,各地植物园中也有营种栽培,鼻童草采用脱水烘干,粉碎基数加工后,保留了它最佳的营养成分,有很高的饲用价值,可用来喂养蛋鸡,蛋鸭等,不但能提高产蛋量,而且绿色健康,在有些地区, 还常用鼻童草来煮豆腐,也有些地区用来煮水泡脚,对某些特定人群具有一定的帮助,鼻童草因其木质精少,一加工和采收,地上部分含灰发油,柔制,灶带等,还是重要的药用植物,在本草绘炎,本草钢木等,很多医药书籍中,都有它的记载,夏季采收,除去杂质及残根,先用, 晒干或阴干铸藏使用,它的具体药用功效,我们还是留给懂医药的朋友们,在评论里留言补充,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